我看到疫情指揮中心的解散 已經在民眾心目中 已經似乎沒有感覺到到了 因為民眾已經充分把防疫 自律在自己的生活中 我常常在搭高鐵 我搭高鐵那時候 最覺得不方便的是戴口罩 因為有時候 我們因為在立法院質詢 經常戴著口罩不方便 後來口罩不用戴之後 我們不戴口罩 常常跑來跑去 常常怎麼樣 衝去搭高鐵的時候 就忘記了 忘記了 就身上摸口罩 因為公共運輸 還要戴 而且這持續很久 那我有注意到這段時間 後來雖然高鐵公共運輸已經解禁 不用戴口罩 但你上去看 還是很多人自己戴著 那我就有時候問朋友說 奇怪 現在就不用帶出去 阿嬤為什麼你再帶 慣習 還有一個女性朋友 更好玩說 因為已經習慣不擦口紅了 等一下 這個我們藝蘭姐可以講 對啊 好久沒擦口紅 但是呢 我是覺得說 整個防疫的中心的解散呢 其實標誌了什麼 整個防疫過去這三年來 世界上來看 其實有一項臺灣是 真的 真的是很特別的 就是我們民眾的配合度很高 真的是因為指揮中心說什麼 大家都配合 而且還要互相要求 一開始有些不太適應 我還記得那時候說 不能群聚的時候 還接到一箱來抗議 說室內不能超過五個人 他說我們鎮咖 我們一口罩 小孩 媳婦回來吃飯就超級高的人 家裡不算阿 家人不算阿 沒有沒有 還去算喔 真的 家人他就說我們住出來嘛 然後呢 知道怎麼樣 一半的人在裡面吃 門打開了 一半人在外面吃 這麼乖 這麼乖 所以你看喔 臺灣的國民素養 連這樣的要求 不能超過五個人 這個事情 大家都會很在意 室內不能超過五個人 連家裡都遵守 那到後來呢 連到後來民眾都覺得說 其實戴這個口罩 一開始很反感 後來就不方便 後來就問 後來戴習慣了 現在不戴 除了不插口紅的好處之外 還覺得說 這樣戴一戴 發現也減少很多上呼吸道的 一個疾病 感冒少了 氣喘少了 過敏少了 對 我說一下 今天我以前一年都要發作兩三次的氣喘 我現在大概一年 姑婆育 不是姑婆育啦 不要亂說 姑婆育那是吃的 那不剛才吃到 那個氣喘 我才講氣喘 不要亂說 所以一年不到一次 是 所以我是覺得說 其實這跟我們國民的素養 還有國民的公共衛生的認知 和習慣已經建立起來了 臺灣的防疫 在這裡的韌性表現無疑 所以有人在說 奇怪的疫情指揮中心 人家日本開始宣布不用戴口罩之後 有另外一種正義模仁 怎麼樣 就不用戴口罩 你戴口罩就指責你 你為什麼要戴口罩 人家自由兩怪 但是臺灣沒有這個情況 那我要說明什麼 其實臺灣的疫情指揮中心 這麼延後在宣布 其實也是這樣 民眾也習慣了 對生活的影響也不多了 而且民眾自發性的戴口罩 也顯現我們防疫 已經落實到民眾的生活 那現在要問的是說那到底大家滿不滿意 那我們看到一個民調 七成當然滿意 我讓我先讓大家看一下民調 指揮中心解編 最新的民調是七十一點一趴 滿意防疫的表現 臺灣防疫表現 但世界各國比較 你看七十一點一 你看有沒有比較好 有 自認為比較好 滿意不滿意 滿意七十一點一趴 所以你看看這加起來 不滿意只有二十四點八趴 欸 哇 還有人在吐槽 這實在很沒意思 當然啦 因為材亞東他在吐槽這張董 對不對